见过老虎狮子抚养小孩 但你见过鲨鱼抚养小孩吗 这个长期跟鲨鱼生活在一起的男孩 居然长出了鱼鳍 还长出了鲨鱼的鱼鳃 而起初男孩只是陪着爸爸在海上做科研 善良的男孩经常用食物投喂鲨鱼 长此以往他跟鲨鱼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可是突然有一天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袭来 实验室被狂风摧毁 男孩和父亲被迫各自漂流 很快海上只剩下男孩一个人 一群鲨鱼围了过来 其中还有几只认出了男孩 为了回报男孩的恩情 他们把男孩带回了巢穴 用训练鲨鱼的方式训练他 男孩遵循生物的本能 居然长出了鲨鱼的鱼鳍和鳃 牙齿也变成了鲨鱼的栗齿 它能在水里自由出入 大家都叫他鲨鱼男孩 有一天男孩皮特正在海边钓鱼 他发现了这只奇特的鲨鱼 趁着父母正在争吵 皮特把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甚至还做了一个鱼缸供养他 两个男孩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鲨鱼男孩经常跟他分享海里的趣事 皮特就把他记在他的日记里 这天晚上两个男孩正在聊天 又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少女出现 火山熔岩般的衣服在他身上流动 皮特送他一个外号叫做岩浆女孩 他告诉皮特要借用鲨鱼男孩去拯救口水星 那里将发生可怕的灾难 课堂上 皮特跟同学们分享他的故事 同学们却纷纷向他扔子团 就连老师也说他在做梦 班里的小魔头更是让他放学别走 带着伙伴直接抢走了他的日记本 等到第二天皮特再拿到自己的日记本时 里面已经面目全非 那些都是他珍藏多年的梦境 皮特怒不可遏 两个男孩在课堂上起了争执 连老师都管不住 就在这时 窗外居然刮起了龙卷风 紧接着鲨鱼男孩和岩浆女孩居然破窗而入 同学们看得目瞪狗呆 原来他们真的存在 岩浆女孩找到皮特开门见山 口水星危在旦夕 他和鲨鱼男孩需要皮特的帮助 在大家的鼓励下 皮特登上了鲨鱼火箭 踏上了拯救口水星的征途 到达口水星之后 鲨鱼男孩告诉皮特 口水星是皮特的梦境 他梦到的一切在这里都会成为现实 并且皮特的能力很强 很多孩子的梦都会被他的梦吸收 作为这里的能源 但是从昨天开始 这里就慢慢变得黑暗 原来是有个叫店里老爹的怪物 一直阻止孩子们做梦 他把孩子们绑在各种游乐工具上 防止他们睡着 这里缺乏孩子们的梦境供养就变得黑暗 而且等到黑暗完全吞噬这里只有45分钟 只有到达梦的起源地梦之潮 摧毁那里才能拯救口水星 时间紧 任务重 几个孩子立刻开始任务 解救孩子们之后 几个人顺着过山车到达店子老爹的巢穴 店子老爹二话不说就对他们发起攻击 岩浆少女夜飞冲天 对着店子老爹喷射岩浆 可是她的防护罩太厚 店子老爹毫发无损 鲨鱼男孩想要解救同伴 可是插头大军实在太多 双拳南地四脚 鲨鱼男孩还是被插头吊起 三个人很快被抓住扔向梦之坟 在这里 皮特看见了儿时梦见的机器人 皮特的到来唤醒了他 机器人告诉皮特 想改变这里只能依靠做梦 被解救后的机器人带着三人穿过梦之坟 来到一块大饼干上 鲨鱼男孩一脚踩在粘液上 尝一口才知道原来这是巧克力 三人很快发现 原来这里是牛奶饼干王国 他们正飘在一条牛奶盒上 三人一路漂流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对巨人夫妇 他们拿起饼干就往嘴里送 三人差点成为副中餐 皮特看着巨人夫妇恩爱的背影 他意识到这是自己梦境中的爸妈 不由地幻想 如果这些真的发生在地球上多好 可是现在还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岩浆少女和鲨鱼男孩 催出他快点做梦 皮特本想做个甜甜的美梦 可是却做成了噩梦 电子老爹顺着噩梦追了过来 电子猎犬成群绝对地向他们扑过来 情急之下皮特也奋起勇气发起攻击 结果还没威风两下就被电飞 而两个伙伴也面临着电子猎犬的围攻 关键时刻皮特闭上眼睛 幻想出一艘香蕉船才得救 但是好景不长 电子老爹很快就追了过来 没有上次那么幸运 他们都被抓到了梦之潮 这时皮特才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同学小魔头搞的鬼 他修改了皮特的梦梦笔记本 导致口水心一片混乱 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小魔头耍起了威风 他告诉岩浆女孩 他将让他所有的超能力消失 还故意用鲨鱼男孩的父亲刺激他 接着又把他们关进了笼子里 鲨鱼男孩越想越气 关键时刻发动技能 鲨鱼狂目 一口咬坏了这个五毛特效的铁笼子 三人顺着笼子爬回去拿回了笔记本 皮特翻阅着自己的梦境 一个个神奇的工具出现在眼前 从中他也明白了原来只有拿到水晶之心 才能拯救口水心 顺着冰雪隧道他们来到了雪之国宫殿 在这里皮特拿到了水晶之心 可是这个只是诱饵 旁边的冰金巨人被他们唤醒 皮特情急之下把水晶之心扔给岩浆女孩 他刚用手接到却被冻成了冰块 这时冰金公主也现身了 皮特一看这不正是自己的同学小美吗 小美告诉他们 如果能从冰柱上找到真正的水晶之心就送给他们 皮特梦见过这个场景 他一眼看出水晶之心就在小美的脖子上 信手承诺的公主当即把他送给了三人 带着这个宝物三人又回到了木之巢 皮特准备启动 却发现这东西居然认主 这时候电子老爹也追了过来 他利用激将法刺激鲨鱼小子跳进海里 潜伏在其中的电漫把他电晕在海底 危急时刻岩浆女孩跳入海底把他救出 可是他和水相生相克 自己也因能量衰竭倒下 醒来的鲨鱼男孩火力全开把他送入火山口 看着两个伙伴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非常感动 关键时刻皮特终于唤醒了自己的能力 真正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宝物主 他瞬间强化了两个伙伴的超能力 原来岩浆女孩就是他创造的太阳 一瞬间世界亮如白昼 皮特让鲨鱼男孩和他编分两路 鲨鱼男孩找到电子老爹复仇 化身海洋之王的他狠狠地教劝了电子老爹 皮特则找到了小魔头 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战斗瞬间大响 小魔头的攻击对皮特丝毫无用 皮特又召唤老花语开始反击 小魔头被砸得一个脑袋两个大 但他不慌不忙 纵身一跃又恢复了原样 接着两个人又升到了半空中进行谈话 皮特质问小魔头 皮特向他伸出了手 就在两个人和好之时 柱子突然断裂 关键时刻皮特召唤飞行器救了他 几个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要去完成各自的梦想 可电子老爹却不知悔改 他居然准备进入地球继续为非作胆 这是岩浆女孩告诉皮特 如果你相信 梦境就会有改变现实的能力 皮特听从他的话砸了砸眼睛后 在教室醒来 老师过来教醒他 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 但是窗外的电子老爹却让他不知所措 老师也一眼认出了他本人就是电子老爹的原型 一时间大家都变得不知所措 看着同学小美 皮特又想起了梦境之中的水晶之心 他把项链交给小美 小美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他梦境中的事物 抱着试试看的小把小美发动了水晶之心 瞬间冰雪大作 电子老爹被彻底终结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教育孩子的老师也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东西 不论是梦想还是梦境都是孩子的天性 扼杀天性才是对他们彻底的毁灭 这也正是电影所传输的主题 和这部充满创意的电影主题相似的是 电影的创作灵感就是导演儿子的一场梦 这对他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场梦 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场值得反思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